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着相嘛 有些聪明人 大家都聪明 聪明人都会看到 看到身边每一个人的起心 都坦诚痴漫移 我们总是看到别人 坦诚痴漫移的时候 内心就会有一些着相 着相的话就会留下一些印记 这种印记会导致我们 不信任怀疑 或者一些负面的东西 然后这些负面的东西 慢慢的也养成了自己 意识生命一种 沉迷一种 阴暗的东西 当你看到这些 每个人的 他的直脉 自私 冷漠 或者是 那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 自我的 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又不能公开的说出来 慢慢就在你形成 在每个人的心中 其实形成了一个 阴暗面 就是你说不出来的东西 都是阴暗面 不是说我们做了坏事 不是 是你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 不好的都一面 你又不能说 然后当你知道的时候 有些知道又无能为力 改变不了 有的事根本就说也说不出来 累积到一定时候 就成了内心 这是你头脑里边的 阴暗的一波法 很简单的事情 阳光下所有的事情 出现的时候 那个阴暗的东西 那种担心 那种恐惧 还有那种 气味 怀疑 很多东西就 或者很多 自己当然也有欲望嘛 什么喜气 很多东西就爆发了 就在阳光底下 另外的一种 是说不出来的那种东西 其实是就不信任个担心恐惧 嗯 还有自己 如果在掺杂上自己的一些欲望 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也是个 有时候会怀疑说 我是不是也是个坏人 有时候 就会自己连自己就辅定了 有很多人就会把自己也辅定掉 嗯 说我也不咋定 然后就更这样就更觉得 哎呀大家都一样 都一样黑 就更肯定了 当你觉得 一旦肯定自己也不咋定的时候 就更肯定了 你对面那些人跟你是一样的 他们更不咋定 就说 原来最后 大家所有的都一样黑了 就这样 那这种 这种词 就是 你就正向的思维 就生不起 所以 所以为什么 到最后 真正的正向思维 就是从慈悲和爱开始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就像爱孩子一样的时候 不管他多邪恶多不好 你永远不会觉得 这个人是个坏人 你永远想不出 不能这样想 你就没那个意识 就从负面的想说 我这个孩子是个坏人 你不会只要说 那个家伙特自私 那个家伙特邪恶 你对你的孩子 永远说不出这种话 就心里面想也不想出 只要想他 还有就是 就是 就是有病人想 就是觉得这个世界的 所有人都是有病的 就是 有时候当对面那个人 今天又撒谎又欺骗又 又态恼又自私 又 又 就是 得意忘记 不知道想想干啥 那小刘得慈的样子出来的时候 你不是有业务的 你说那些喜气药 大家都人到周年了 谁看不见 但是你不是有业务的眼光去看 你是说 哇今天不得不轻了 今天这个人又犯病了 你看犯了这个病 明天那个人犯了那个病 大家都病得不轻 那真的是病了 说句老实话 谁不想做个好的 他那一刻就控制不住了 就像那种 神经系统失控状 自己也控制不了 然后就是 又病了 然后 就把自己放在医生的位置上 你觉得你们两个关系足够好 你能帮他你就帮他 人家不用你帮 你就躲得远一点 小心人家揍你 人家病了 你还往上揍 人家是吧 今天心情不好烦 真的 而且眼神也不对 你还往上揍 那不是 找揍行 那不是 那你就躲远一点嘛 等人家脸色变过来 你再过来嘛 不要说 哎呀我那两天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今天这样子对我 你就不要这样想 是吧 人家今天烦呢 烦成那样了 病得那么重 神经有问题了 你往上臭死了 是吧 就是这样子 慢慢你的慈悲心就生起了 你就会发现 哎呀 这个世界 因为你发现这个人 当他那一阵过去的时候 哎呀不错 挺好的 他就那一阵 他控制不住了 尤其是 家人啊什么这些 他过了那一阵 他也觉得挺残悲的 见了你还觉得 哎呀 对不起啊 还想跟你打赛 还想 不知道想干啥 就怕你 看不起他了 是吧 怕你 他真的是犯病了 你要有慈悲心 你就 你就会觉得 哎 大家都是病 那个时候病的时候 你看下去就看 看不下去 躲起来 藏起来 他过那一阵就好 有的人病好多年 你都一直看着他病 不是说一阵两阵的 有的人就一阵 有的人病好多年 你一直都盯着他 还怕他出危险 你还不止你 你不能讨厌他 你还在盯着他 说这个人的病还没好 我今天还在盯着他 不能让他小歪了 小的跑得太邪了 你还在盯住 你还在操心他 就是这样呢 你时间久了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就没有敌人了 不管这个人怎么对你 你都不会把他放在你的 放在一个 你就把他放病人的位置上了 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很柔软 就算你帮不到他 你不是个治不了他的病 但是你不至于火上交友吧 他都病成那样了 你不至于再给他 落井下子踹他俩脚吧 就是你显得你就宽容了 慈悲了 显得也大家都好了 因为是 你只要能忍受他两次到三次 四次的伤害 这个人一般会把你当成终身的朋友 因为他是控制不住了 他又不想伤害你 谁也不想伤害你 他有时候时空烦肇的时候 你又不会说 你最好戳到人家就肚臭了 他就骂你两次 或者是人家看你不受眼 看你病了 他病成都变的时候 就看你在心病 他高了他看你就低 他瞧不起你也不判 这都很正常 他们吃慢点的就病了 你就把它放逼人想 你就不会讨厌 也能忍受 然后你就觉得 哎呀 你看 就慢慢慢慢的 这不是 当然说 自己也有病 当然说 不能说是人家都有病 你是好的 是通过这个 你就能练自己的一个宽容的慈悲 然后自己负面的东西很少 就是心里边就会觉得 哎呀就是这样的 当然说自己有时候气氛了 也知道 哎呀我也吸气氛了 燃烧了 病了 今天病了 赶紧吵起来 自己那样瞧一瞧 坐在座殿上 喘不过气了 就是这样 能承受得了 说哎呀 完了 今天遇到二十个病人 都坐在那 一个比一个病的 哎呀受不了了 回家睡三天算了 休息一下 再来 没有什么 就是日常生活 因为我们都不是顶尖的 这些 多么在这个世界了不起的人 我人家也不会把我们 要么碰到天上去 要么 人到监狱去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太过 所以就 平时就这些事嘛 是吧 大不了就是 你占了我便宜了 你小瞧我了 不给我面子 不给我中眼 或者是 我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啦 等等等等 就这些 就这你来我往的这些硕士 琐碎的 琐碎的伤害 琐碎的隐碍 琐碎的对不起 然后就把我们烧的 伤害理理了 很多人说 磨磨的 换个角度嘛 换个角度就行 但是这个 还有有一点基础 就是你一定要 如如不斗 你自己乱斗 你就受不了这个世界 你要是你自己 晃动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受伤 慢慢的你就累了 你就疲惫了 虽然你充满 但是你真的是累 因为病人太多 你就算你换个角度 你也受不了 你也觉得 哎呀 怎么怎么 这世界 越来越夜市啊 夜局这些 这些 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